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做荷包蛋的小技巧 做出来的荷包蛋圆润光滑,一个也不会破 首先我们准备几个鸡蛋 在锅里边加入凉水 盖住盖子,然后开始烧水 先用大火开始烧水 等到出现这种小气泡的时候,我们转成小火 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要盖盖子 观察锅里的小气泡 等小气泡稍微变大的时候 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往里边打入鸡蛋了 把鸡蛋全都给它打进去 全都打进去以后盖住盖子 继续用小火给它焖煮 这里千万不能转大火 转大火就给它煮散了 热煮 热煮两分钟左右 鸡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盖住 继续热煮 五分钟左右 我们用铲子给它动一下锅底 防止它糊锅 这会儿再找一个勺子 把里边的浮沫给它撇干净 再煮两分钟 特别圆润光滑的荷包蛋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荷包蛋 方便快速又简单 一个也不会散 这种荷包蛋的做法 特别讲究对水温的把握 按照我说的这种看气泡的方法 就可以很好的把控住水的温度 做出完美的荷包蛋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转发试试吧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每天都会发布新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